说要把选项来当做动脑时间问你 我们要先知道时间 有了时间之后再问加速度 有加速度之后再去求受力 那时间多少 刚才你跟你讲过了 画VT图 VT图只做两件事情 直线求加速度面积求位移 这题的位移应该知道了嘛 对不对 这题位移应该知道了 所以直线求加速度面积求位移 所以他到停下来要花多少时间 他停下来花多少时间 小爱小女生 9号 9号 花几秒 花两秒请坐下 来 VT图只做两件事情 直线求加速度面积求位移 面积是位移面积三角形底乘以高除以二 屏幕有告诉我 位移四公尺所以面积四公尺 所以底乘以高除以二 T一秒乘以4除以二就会等于4 所以算出来T就是两秒 好了 所以呢 我就算出来我要花两秒 然后再来要求加速度 VT图只做两件事 直线求加速度面积求位移 直线需要两个点 找到两个点带回去我们的定义 就可以求出加速度 停车站税问加速度有多大 加速度有多少 赛哥男 27 好帅 27号 多少 -2 请坐 你答案是-2 不用负号 为什么不用负号 大小 因为我这里问的是大小 2公尺秒平方 一样 直线求加速度面积求位移 然后加速度是ΔTΔV 花多少时间有多大速度改变 计时开始速度1 计时斜速速度2 计时开始0秒速度4 计时2秒速度0 带进去算出来 就变成-2 是负代表方向 那么因为他只问我大小 所以我写2就可以了 可以了 所以就是这样子 然后你就知道他的加速度2 就带回去F.MA 就算出来了 OK 一个过程这样子 就是号称最麻烦的 要算出加速度的方法 用位移来求是比较啰嗦的 然后像这个也是一样 每秒8公尺平下来滑石用的停住 然后呢摩擦力10牛顿倒回来求质量 这种题目比较少 求质量的题目比较少 但是意思一样 就是F.MA嘛 然后看你不知道谁 你不知道F还是不知道A还是不知道A 这里是不知道M 刚才可能是要求加速度 刚才可能是要求受力 现在是求的是质量 那也一样嘛 受力已经有了10牛顿 所以你要找到加速度A 然后F.MA就求出M嘛 所以做法基本上跟刚才是一样的 只是位置处的位置不一样而已 做法是一样的 OK 请问你这样子应该是多少呢 这样子应该是怎样呢 好 它的质量多大 7.7 郭小姐嘛 你的答案 B 请坐下 你的答案选的是B 最后的问题想起 有公司可以求质量吗 有啊 D等于V分之M嘛 密度公司 这里显然不可能 对不对 显然没有 所以应该用的是什么 F等于MMA嘛 要带F等于MMA就需要知道A啊 你有F了 可是你要知道A啊 想办法求加速度 所以又变成跟刚才一样 用要从每秒滑 每秒速度8公尺 滑16公尺停下来去求我的加速度 那一样VT图 VT图画出来 0秒的时候是8T秒的时候是0 一样做两件事 直线球加速度面积球位移 目前已知的是位移 所以呢 带进去就16 三角形底称一高除以2 算出来以后 T叫做4秒钟 所以4秒钟停下来 那有了时间 4秒钟停下来 就可以带回去 DT DV 然后0秒的时候是8 4秒的时候是0 所以带进去算出来 加速度叫做负2 负代表方向 那有了负号之后 有了负2之后 就可以带F等于MMA 知道F有知道A就可以求M 所以10等于M乘2 负号不用理它 负号代表方向 我的大小就是正的 所以算出来就是5公斤 所以答案就选B 这就是我们的题目 所以这几题就是说 我是用位移去求出加速度的 再带到F等于MMA里面 那就是其实那个用 位移去求加速度 其实是上一次 第一次断考的范围 所以第一次断考 如果OK 这里就会OK了 可以吗 可以